好,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讲的是 Excel如何搜寻跟A1储存格相同值的储存格 并且移动过去 就像现在这样Excel里面,我们把它切过来 假如这边我A1储存格是443 那我要移到B17储存格 因为要找这个数字,找到它也会移过来 那这个要怎么作业 这上面来讲,我们是要写一个什么 VBA,VBA程式 首先第一个,你要开启一个什么 ALT加FC开启VBA视窗 然后点取插入模组 插入一个空白的模组 然后输入下列这个程序 Sub,然后我们就是要程序名称 我是用Test4236 然后我们要设定两个变数 第1个变数是Search SearchR是一个什么范围 然后呢,FindC也是一个范围 然后设定SearchR等于 Shit工作表1 这张工作表里面的范围 范围在哪里呢 V1到V100 那这个你也可以到什么 V千,看资料量啊,你自己去设 这个范围是你要自己去设啊 你要多大的,多大的范围去找 然后呢,设定FindC的话有没有 等于Search,注意到SearchR这边Find什么 工作表1的A1储存格里面的值啊 去找寻什么 A1储存格里面的值在干嘛 这个范围里面去找啊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有没有啊 那这个干嘛呢 FindCactive什么意思 就是说目前这个储存格干嘛 移到那个储存格 找到的话啊 找得到的话 移到这个储存格 那找不到呢 我就谈一个什么Message的这个 讯息的多多方块有没有 说未找到符合的储存格啊 这样子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切到Excel里面啊 就在这里啊,写这个整个啊 内容 写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啊 譬如说我今天给它打一个46 那我要怎么去执行它 选择检释 聚集 那我们选择刚刚这个test42368执行 有没有啊 46看到没 246 它找不到有46这个值的 数字一样的 数字一样的 那万家我找到44勒 我们去把它执行 有没有有找到有没有啊 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 181 为找到符合的储存格啊 特别注意到啊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在干嘛 找资料用的啊 找资料用的 找到以后它会移过去啊 移过去 以我们刚刚讲的440 443 443 443 有没有啊 我就直接可以执行一次 有没有啊 443啊 就直接过来了 我让过来 有没有啊 对不对啊